金英杰新学习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金英杰七大学科教研室是由权威独家师资构成 金英杰图书七大体系 按照书配课 课配书的特点组成的特色学习工具 金英杰名师打造全年全周期的教学课程 我们看第二个 窝洞制备的步骤 这个部分内容主要了解过程就行 第一个扩大正常的取坏口 趋劲取坏组织 趋劲取坏的这种芽本质 用圆盾和挖池去 软的东西肯定是要用挖池的 硬的一般的用球钻 并设计出洞形来 固位形和抗力形 最后修整 还是清洁这种窝洞 这个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看窝洞的隔湿消毒 往往一般的手术区的隔湿 其实这个临床中我们用的比较多 最平常用的最简易的什么呀 就是棉卷 这个临床中用的现在仍然是比较多的 再要吸托器 现在往往是这两个结合用 这两个结合用 一般的用吸托器 一边用什么呀 这棉卷格式 而最理想的东西用什么呀 橡皮杖 现在橡皮杖应用的也是比较多了 但是橡皮杖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 就是大家觉得拍照片还得摘 比较麻烦 所以相当来说用橡皮杖 现在好多人还是不愿意用 一般的最常规用的 还是有棉卷格式 但是比较理想的就是橡皮杖 因为你冲洗的时候 往往病人什么呀 根本都不用起来 直接你冲洗的时候 在你橡皮杖以上 病人的口腔内唾咽什么 病人可以咽 因为他知道没有东西往下走 后面的其他选择性的这种辅助格式 这个东西没什么特殊的 而银下这种多数情况下 我们需要什么呀 适用于退缩绳 退缩绳 退缩绳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有时候补离面取的时候 离面取 或者这种歇缺的时候 歇缺的时候 或者深部这种颈部曲 五类的曲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 我们要啥吗 拿排阴线 排阴线有的时候 它就能够什么呀 隔绝这种银钩叶的发质 它有一个隔绝银钩叶的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其他的格式 像这种退缩线 也可以应用 我们看第二个窝洞的消毒 窝洞的消毒 常规情况下 一般我们用什么呀 25%的这种射香草分 酒精乳液 再有张脑分 以及75%的乙醇 现在临床中这种窝洞消毒 用的会比较少一点 用的比较少一点 它的特点就是不能刺激 渗透性小 不损伤牙体 不使牙体变色 所以常规情况下 一般我们用酒精 消毒 75%的酒精 放里边放一会儿 消毒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了解性 考试考的很少 我们看干燥窝洞 一般情况下 我们什么呀 在隔湿的情况下 在没有水分的情况下 气腔吹干 我们正常在冲洗什么呀 算是剂子 叫水气一块冲 而正常的干燥的时候 先往口径上吹一下 避免有油 之后再用气腔 大量吹干 大量吹干 我们看窝洞充填 过程中 第一个就是单层垫底 单层垫底 一般就是中等深度的这种窝洞 窝洞距离压 随压本质厚度 大一个毫米 大一个毫米 大一个毫米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只做单层垫底 只要有一部分什么呀 压本质 我们压本质一个毫米的时候 多数情况下 我们最早刚才讲了 两个毫米的时候 有修复压本质 0.8到两个毫米之间 修复压本质不太多了 0.8到0.3什么 基本上就没有了 所以有一个毫米的时候 有一部分修复压本质 我们做单层垫底就可以 所以你记住 大于多少毫米 是单层垫底的标准 一个毫米 大一个毫米 常用这种垫底材料 就是磷酸心和聚酸心 而磷酸心和聚酸心 后面我们会讲 磷酸心的刺激性会大一点 大量产酸 而聚酸酸心什么呀 这种刺激性会小得多 我们看磷酸心的 磷酸心的 它的一个调拌方法 第一个东西 考试这两年就不再考它了 所以我们大概看一看 它的特性 我们只说它的特性 根据它的特性 我们说注意点 一方面修复中会粘接 会用它 再一方面什么呀 充填会用 我们说不能用这种过稠 再加入液体 正常的调拌好了之后 我们说水粉末 避免这种失水粉末受潮 在已调好的这种粘固粉中 不能再加入液 所以当你正常调调调 你发现太稠了 加点液吧 那个不行 它不像调石膏 石膏再加点水可能还行 但石膏也不允许 而后面我们说 否则会阻碍其结晶作用 调拌过快 产生大量的热 也会加速固化 调拌过程中 如果接触水分 会影响粘固的强度 所以这些东西了解就行了 我们注意调拌的时候 就是正常情况下 不停的往里不停的加粉 加粉这种反复的调拌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这个了解即可 我们看据所有酸心的调拌 它往往不同于 它的液体是1.5到2比1 分别放在玻璃板上 这些不停的 我们再进行调 我们调半的时间 一般情况是什么呀 半分钟 所以一般的调完之后 你调时间长了 反而什么呀 影响它的年故 而后面垫底的方法 我们注意垫底 最起码的一点 垫底厚度 因动用生二义 我们动用生二义 保证银骨合金的厚度在什么呀 1.5的 这是一个考试反复考试 所以你说 抗力型最起码的一点 你是银骨合金抗力型 最起码有多少 1.5到2 一般的1.5到2 这是银骨合金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厚度 后面负面动的时候 比较复杂 可采用这种 先做合面部分 然后再做零面部分 而零面部分 我们说 它的轴臂厚度 一般0.5毫米左右 不可过厚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正常的 这种负面动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臂肯定是要垫底 而这一面地垫不垫 垫 垫只需要垫多少 垫0.5毫米 垫0.5毫米 不能再厚 因为它会影响什么 修复体的厚度 在颈圆处 我们说银币 不需做什么 银酸心的垫固粉 不需要垫 银酸心的垫固粉 所以这个币垫 这个地垫只垫多少 0.5 刚才我们说 保留银骨合金厚度多少 1.5到2毫米 1.5到2毫米 这是单层电力 单层电力 一般只限于 正常距离随枪的 牙本质最少有什么 一个毫米以上的 我们才垫一层 单层电 而双层电力 就是洞 接近牙髓 需要做双层电力 往往氧化银 银酸油年购剂 是最理想的第一层 所以烤是典型烤的 就烤这个东西 有人说调半那些东西 会烤我们不会烤 但是一般情况下 书中肯定会有 往往我们说 第二层电力的时候 可以用什么 银酸心 银酸心做第二层 所以明显第一层是氧化银 第二层是银酸心 氧化银最大特点什么 它的硬度往往什么 是不够的 其实抗压度是比较低的 不能什么呀 行使咀嚼压力 氧化银 银酸油这个调版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全程过程中 一分钟调完 避免与水的接触 避免固化过快就行了 电底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电底的厚度 我们注意第一层电底 它跟其他的电底不太一样 其他电底想电多厚电多厚 最主要是保留这银骨的 1.5到2毫米就可以了 而正常的氧化银 第一层电底 我们说不能超过一毫米 它跟后面我们讲的 正常的氧化银 银随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不能超过多少 一个毫米 这是它一个基本性的标准 基本性的标准 再往后一点 我们说基底的 3到5分钟可以凝固 必须要等它凝固以后 凝固以后再吹干 要不然的话 没凝固之前 你吹干的时候 搜下去跑了 后面我们说 在电上一层磷酸心粘构粉 最后在轴壁上 电底不直接承受氧化铃 以氧化银腥酵油 年供分子只做一层即可 所以你说 轴壁上电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电0.5 电一层氧化银就行了 而正常在随壁中 我们说电一个毫米 这是它两个差异性的东西 随壁电氧化银 上面还要电什么 磷酸心 磷酸心 这个对临床中有人说 我现在都用树脂充填了 还有意义没有 仍然有意义 但是唯一的一点 就是侧壁这块 好像是不能用氧化银 添上油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它能对树脂产生什么作用 解锯和阻锯的作用 解锯和阻锯的作用 就不但让树脂 没有形成树脂 没有固化的那种 它固化不了 如果固化的那种 还能什么样 解固化 所以一般的我们拿 装丁香油的 这种小低瓶里边 如果是用那种橡胶边的 用不了多长时间 橡胶边就被腐蚀了 所以人家说氧化银丁香油中 谁有腐蚀作用 丁香油分 所有的分类 都对它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所以整个在垫底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 单层垫底 只要超过一个毫米之后 我们就单层垫底 单层垫底一般垫子 只要保留什么呀 正常我们说的什么呀 银拱合金的厚度 1.5到2毫米就足够了 而双层垫底一般全样 我们说第一层垫子 都是氧化银丁香油 它垫上之后 上面垫成什么呀 银酸锡 如果像这种负面动的时候 这层只垫0.5毫米的 氧化银就行 因为它这块不承受力 而这层垫氧化银 垫多少毫米 一个毫米 上面再垫什么呀 银酸锡 而银币这块一般情况 我们说不用垫底 不用垫底 因为它这本身的厚度 是什么呀 才一个毫米 一个毫米在垫底 这块很容易反复性的 我们说只要你垫氧之后 就容易得什么呀 这种激发曲的发声 所以这块内容 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几个特殊性的数 我们看第三个 银拱合金充填 银拱合金充填 现在临床中用的 现在是比较少了 它主要适应 正式大家需要 大概看一看的 一般的一二类呢 包括这种一类的什么呀 这种合面的 勾勾点细的 用银拱充填 相对而来效果比较好 因为银拱确实是 一个很好的东西 它的坚硬度确实很大 后边的三四类的洞 我们说由于美观原因 肯定不能用 五类洞一般的 也是美观原因 后面我们说 后牙的牙随病 根肩病 完善根管治疗后 我们说也可以用它修复 因为它往往能够 容易被什么呀 胀裂了 容易胀裂了 但临床中胀裂的并不多 并不多啊 后面我们看看 缺损面积较大的 五髓牙 全罐修复前的这种充填 全罐修复前的充填 由于它什么呀 比较结实 所以一般也用它比较多 我们重点剂的东西 不是适应者 是非适应者 就什么情况不能用银拱 这种有劈裂牙可能的 就这种牙可能有劈裂 比如中间有什么引裂的 我们用银拱它 由于它有膨胀性 所以它是不能用的 再有什么呀 我们说对拱过敏的患者 是不能用的 一个是容易霹裂 再一个什么呀 拱有过敏的病人 有过敏的病人啊 我们看它的调制 调制一般情况下 多用银拱合金胶囊 包括那种黄的蓝的 黄的会小一点 蓝的会大一点 往往这种电动调制 一般的不让超过什么呀 40秒 都是一眼滋滋滋 就在那逛 在那逛啊 充填的时候我们注意 我们就拿银拱输送器 什么呀 叫分次输入 往里不停的打一点 压一压 打一点压一压 这是用小的银拱充填器 将点线脚全部什么呀 压紧之后 再换脚大的充填器 这种侧臂 这种层层夹压 一层一层往里输 一层一层夹压压 而它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充填在几分钟进行 两到三分钟 两到三分钟直接进行完 两到三分钟进行完了之后 我们说如果充填时间延长 一方面是什么呀 我们说正常的 银拱合金本身的 这种质量会下降 另一方面是什么呀 一共合金开始这种结构了 它已经硬了 就往下储的时候 它这种延展性就会下降 所以你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说正常的晃四十秒之后 两分钟内一定要打完 打完了以后 我们说这种充填负面动的时候 需要用成型片替态 所以一般的先插成型片 之后再往里打 在成型片颈部这块 安放这种木蝎和塑料片 这个是临床中用的比较多 这个不用备 考试基本上不太考 放一成型片中间塞成木蝎子 木蝎子 它主要恢复什么呀 里面这种凸度 先充填里面部分 之后再充填什么呀 河面部分 先充里面 后充河面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而我们后面看看 雕刻时间 一般的两个三分钟 充填完了 最后充填完成 在三到五分钟之后 它初步已经达到了出凝 出凝形成完 我们进行雕刻形态 因为这块还能够进行 一定的修整 还能够进行一定的修整 修整完了以后 我们让病人开始咬 咬一下试试 如果哪个地位有亮点 则证明哪个地位是什么呀 早接触点 所以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 它考这种 考这种病例形体 它说发现某人 银骨充填之后 就是咬合又不是 张开嘴一看 正是它的银骨合金 上面有一个亮点 有亮点代表什么呀 这就是高点 高点就需要怎么办 需要进行调和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直到亮点调没了以后 才能为止 而特殊一点 我们说一般的 如果需要打磨抛光的时候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 24小时 所以银骨合金 大概知道40秒调和 2到3分钟冲完了 3到5分钟之后 怎么着 雕形 雕形之后 咬的有亮点的就是高 最后多长时间 最后抛光啊 24小时抛光 冲天后24小时 完全硬核 它这个时候 才开始进行什么呀 抛光处理 进行抛光处理 我们看第四个 牙体缺损的 直接粘负修复 就所谓我们现在竖指 这种粘接 这种粘接修复 粘接修复的临床意义 借助这种牙体硬组织表面 我们说和粘接剂的 这种使用 它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呀 我们说 粘接修复的突出性的优点 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保留的牙体组织 因为它往往有一定的粘接性 它不用非要把洞型 预备的多么好 比如以临面洞为例 临面洞它去完了之后 它不需要 河面把揪尾做那么大 因为它临面洞 本身它有一定什么呀 有一定粘接性 就完全能够故位 再无需做预防性扩展 而我们讲 正常银骨合金时候 要做什么呀 预防性扩展 防止这种曲名再次发生 再有一点 我们说扩大牙体的 直接修复性的适应征 一般的以前情况下 我们说 正常的银骨合金 前牙区肯定是冲不了的 三四雷洞冲不了 减少这种充填 与牙体组织之间的微渗漏 防止这种激发曲的发生 它这种密合度会高得多 修复体的美观效果就明显 而反过头来 我们说 对于这种竖指修复 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呀 就是美观 其他的东西 我们说它不用做什么呀 预防性扩展了就 我们看粘接剂 以粘接机制 来复合树脂中的 幼脂和牙本质处理 处理 往往一般的我们说 正常的粘接剂 这种复合树脂 本身对幼脂牙本质 粘接性并不强 所以有人说 我忘了图粘接剂了 忘了图粘接剂了 没有图粘接剂的情况下 我们注意一点 肯定是沾不上 而在图粘接剂之间 一般情况 我们先要干嘛 先要酸食 所以对牙面经过特殊处理 也就是所谓我们的 酸食这个过程 而酸食的过程中 显著提高了什么呀 粘接性 在制备好的动型 有幼脂和牙本质弊的时候 成分显著性的差异 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如果有幼脂和牙本质 我们要分着酸 先酸什么呀 幼脂 再酸牙本质 因为幼脂酸时间 比牙本质肯定怎么样 要长 我们看对幼脂的一个粘接 幼脂明显的粘接 就跟我们做窝窝封闭 这是最明显的 幼脂的粘接不是一种 是一种不含这种什么呀 无稽填料 少量 少量填料的低粘度的数值 低粘度数值 这种基脂数值是 这种输水性的 往往不利于牙面的湿润 和这种拓展 所以幼脂的这种正常的数值 我们说 它往往粘的过程中 会更难一点 会更难一点 它主要靠粘接剂来固定 粘接剂来固定 我们看正常与幼脂的粘接机制 第一个我们叫酸食作用 酸食克作用 我们一般的幼脂的酸食时间 成人什么呀 30秒 乳牙需要什么呀 60秒 我们要达到足够的拖矿 什么叫足够的拖矿 正常幼脂表面是平的 当正常我们涂上酸食剂之后 它就会不停的往来拖钙 拖钙拖出一小空中来 拖出一小空中来 而正常如有乳牙的 这种钙本身少 所以它拖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而横牙拖的时间怎么样 就会短一点 能去除表面的这种污染 幼脂 起到这种清洁的作用 所以很明显 污染幼脂的这层 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 我们在一吹完了之后 成什么颜色 成白恶色 呈现出这种化学集团的急性 增加粘接材料和牙齿的一个 什么呀 湿润性 正常情况粘接材料往上一涂之后 我们就什么呀 形成那种表面的湿润性 该跟竖纸就能够粘接了 形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表面 增大的表面积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酸食的过程中 我们一般的 酸食完了以后 一吹白恶色 表面增加了很大的 粘接面 因为把矿怎么亮 给它拖出来了 而酸食粘接的一个机制 酸食粘接的机制 经过弱酸处理的 幼脂表面轻度拖矿 因为幼柱和幼柱之间 拖矿程度不一样 表面形成许多这种 蜂窝状 我们这种蜂窝状 当你涂入到什么呀 粘接机以后 粘接机能钻入到什么呀 这种一个小凹坑 比如这是一个凹坑 这是一个凹坑 当粘接机进入以后 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特殊的结构叫什么呀 锁扣结构 或者这种铜锚式结构 锁扣结构 这就是它卡进来了 卡进了以后 我们形成这种特殊性的结构 把粘接机就跟正常的 幼脂表面 就已经完全性的贴合 完全性贴合以后 我们注意点 再往上粘一层树脂 树脂跟粘接机粘好了 粘接机跟正常的 幼脂表面粘好了 这个东西就怎么样 完全形成了粘机 完全形成了粘机 所以正常拖矿的目的 就是把这里边的矿 给它拖出去 而粘接机流到这里边 形成什么结构 叫做锁扣结构 叫做锁扣结构 而酸食客 我们注意点 常规用的是什么呀 30%磷酸 磷酸也是烤 是反复烤的一个东西 问你正常听一下 我们酸食用的东西是什么 这种蓝色的是什么呀 磷酸 所以小孩坐窝封闭的时候 说嘴多啥呀 有点酸 有点酸是吧 有点可乐的味道 酸酸的是吧 我们看酸食客的时间 一般的以磷酸为意 一般我们是30%磷酸多一点 磷酸的脱矿角均匀 出现这种粗糙面 湿润性和极化性都很好 都很好 一般的考虑30%磷酸 而乳牙一般的是一分钟 横牙一般的30秒 横牙30秒 酸食时间过长 往往是表面失去的 组织太多了之后 它组织框架就产生什么呀 塌陷 时间过短 往往脱矿不足 幼稚突难以形成 什么概念 就是说如果我这块都脱矿了之后 等于它变平了 没有这种锁扣或者什么呀 就叫头毛质结构 如果正常酸食时间太少 这种矿煤拖出去的话 也没有这种结构 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什么呀 它的酸食时间来进行 我们看影响酸食的效果 影响酸食效果的因素 往往正常临床 酸食效果主要看什么呀 表面最后成什么呀 白饿色 我们酸食完之一吹成白饿色 证明酸食效果怎么 就可以 第一个酸食剂种类 首先用谁呀 30%磷酸是最优的 第二个牙齿类型 乳牙一般的酸食时间 怎么着 会长一点 而正常的乳柱之间的结构较少 酸食效果不如横牙 因为它正常脱矿的情况下 它矿含量很低 所以这种 它形成这种乳质突的时候 几率就会下降 我们看第三个酸食面 与乳柱的方向的关系 往往正常的酸食面 与乳柱方向垂直 末端暴露给它的时候 它往往效果就怎么样 就很好 而后面我们说 酸食的涂布压力 要轻轻的涂布酸食剂 所以在涂酸食剂的时候 不能拿东西使劲什么呀 擦不能使劲擦 中等用力 重压酸食剂的时候 又只表面形成什么呀 蜂窝状会变小 别人身形成一个个的小坑 你拿这东西一划 把那坑怎么样 划平了 反而形成不了什么呀 我们所谓的什么呀 这种锁扣或者头毛质结构 结构不清 凹凸不平 变模糊 往往正常的粘接强度会下降 这几个东西 了解即可 了解即可 整个粘接这块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我们常规用的东西是什么呀 磷酸 磷酸酸完了之后 我们逐渐表面呈白饿色 白饿色出现小多的这种小坑 小坑年纪剂往里一放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结构 我们叫什么呀 锁扣状结构 或者叫什么呀 头毛树上结构 这种结构一旦形成以后 我们注意点 最基本的上面再放树脂 就跟人纪剂粘在一起 年纪剂跟谁粘在一起 跟幼脂粘在一起 虽然是时间上来说 我们说乳牙一般的时间长一点 一分钟 横牙只需要多长时间 只需要我们常规情况下说的什么呀 只需要我们30秒 只需要30秒 而首选的年纪剂酸实际是谁呀 就是磷酸 就是磷酸啊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第二个 牙本质的一个年纪 我们说牙本质年纪存在的问题 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牙本质年纪 我们一般叫失年纪 失年纪 牙本质结构特点中 我们说牙本质往往什么呀 它水的含量比幼脂中怎么样 要高 牙本质小管往往与牙随时相通的 往往酸食克对它突出性的年纪效果 但对牙本质什么呀 几乎无效 几乎无效 所以一般情况下 你说酸食克一般只针对于什么呀 幼脂 所以你说我把牙本质一吹 吹出白饿死 那不可能 因为牙本质中含水量本身就高 所以我们说 在牙本质的形成特殊性呢 我们说现在这种什么情况 我们形成这种什么呀 自酸食 自酸食它的特点形成什么呀 我们说一方面 它牙本质形成电污层 电污层就是表面那层脏的东西 除去电污层而为由不损害牙本质 是牙本质年纪的重要环节 所以很明显点 我们说牙本质表面有一层 像所谓电污层脏的一点东西 它就是什么呀 叫电污层 电污层这种特殊性的概念是什么呀 上面一层脏东西 我或者把这层脏东西去掉 叫去除电污层 去除电污层 去除电污层之后 还要不要损伤什么呀 牙本质小管这种结构 因为牙本质小管这种结构 它跟年纪界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交互性的 如果正常你过渡性的在拖矿 会导致牙本质小管的塌陷 所以我们说牙本质年纪的 它的机制包括两种 第一个是什么呀 我们叫去除电污层 第二种基本机制叫什么呀 混合层的形成 什么是混合层啊 说牙本质中表面有一层电污层 电污层这块 我们正常情况下 用的免酸的这种年纪剂 免酸年纪剂只针对于什么呀 牙本质 牙本质这层免酸年纪剂 我们图到里边以后 我们注意一点 它的特征性特点是什么呀 它不但没有把电污层去掉 它还把电污层给溶解 溶解完了之后 它形成一种特殊的层 就叫什么呀 混合层 所以人家说混合层是怎么来的呀 混合层是电污层 被溶解以后形成的特殊层次 当含有功能单位的数值 渗入胶原纤维中聚合后 在牙本质和数值 界面形成一层有机数值 渗入增强的牙本质层 这就是被称为叫什么呀 混合层 混合层就把电污层溶解以后 形成了特殊一个层次 形成一个特殊的层次 这个层次往后度一般的 二到十个毫米 而混合层它是两个连续相构成 混合层结构有两个连续相构成 数值相对来说胶原纤维像 相互这种渗透 它没把电污层去掉 而把电污层给溶解了 溶解到以后 它形成一种特殊的层次 就叫混合层 而第二个我们说十年级原理 十年级原理我们知道 树脂渗透性脱矿和牙本质 浇原纤维混合层的形成的关键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在牙本质的粘接过程中 我们禁忌一点 就是大量的拿气什么呀 吹牙本质结构 吹牙本质结构会导致 牙本质小管结构是什么呀 这种塌陷 一旦塌陷之后 我们粘接反而不好 所以幼稚年级跟牙本质年级 最大的区别 幼稚可以吹干 而牙本质不要孤独性的吹 我们保持什么呀 牙本质潮湿状态的这种粘接 光固化往往什么呀 冲天修复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要是没有水了 没有水情况下 稍微一吹就可以 不要这种过渡性的吹 这叫湿粘接源 所以牙本质的粘接中 我们两个基本性的东西 一个是什么呀 混合层的形成 就把电污层没有去掉 直接把电污层溶解之后 形成一个特殊的层次 叫混合层 第二个我们说 粘接的基本标准 牙本质粘接是什么呀 我们叫湿粘接 叫湿粘接 我们看第二个 牙本质粘接剂 牙本质粘接剂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包括这种 牙幼脂的酸食剂 牙本质处理剂 底涂剂 还有正常的粘接数值 以及牙幼脂的酸食剂 仍然是什么呀 15%到40%的正磷酸 所以它里边也含有磷酸 它也是正常情况下 也酸 但是它不把它去除 不用冲洗 所以人家说 正常情况下 这种免酸的和酸食的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酸食完了之后 一定要冲洗 而免酸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呀 它这层 正常的电污层 不需要去掉 而形成了混合层 就免去了冲洗这一步 这就是它的一个核心性差别 我们看牙本质处理剂 牙本质处理剂 一般我们包括这种EDTA 再有什么呀 熬合剂的代表 再有低浓度的什么呀 10%磷酸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 现在临床中 如果你想酸的话 幼脂酸食剂 肯定是30%磷酸 我们用的都是30%磷酸 但是牙本质 这我们说 一般情况下要求10%的磷酸 有人说临床中我没有 没有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要求什么呀 临床中多数掌握就是 正常牙幼脂酸食的时间 比如说30秒 牙本质一般酸食10秒钟 就差不多 它酸食时间稍微短一点就行了 再有什么抗坏血酸 以及硝酸 聚品心酸 这些东西 大家了解即可 我们注意一点 牙本质处理剂 主要目标是打开谁呀 打开牙本质小管 把牙本质小管门口 那种堵塞的这种 所谓电污层给它去掉 底涂剂主要是 粘接剂的一个促进剂 它是引导这种 输水性的粘接剂 进入这种拖矿层 拖矿的牙本质 因为牙本质小管打开以后 它引导东西进去 这所谓的底涂剂 临床中用的很少 后面我们看粘接树脂 粘接树脂又称为叫什么呀 粘接剂 粘接剂往我们涂进去之后 就是所谓的流动树脂 就是正常一点往里面图 粘粘的那层东西 就是流动树脂 组成是粘接剂 与正常的幼脂粘接剂相似 它主要是输水性的单体 其实作用主要是稳定的这种 作用是稳定混合层 形成这种树脂凸 因为正常的混合层 它是摆什么呀 电污层溶解之后 它这个东西一进去之后 它是稳定了谁呀 混合层 把混合层稳定以后 它形成这种什么呀 所谓的树脂凸形成 树脂凸形成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 粘接剂分为两种 一种是光固化的 一种什么呀 化学固化的 一种光固化 一种化学固化 光固化是需要拿光的 照一下 临床中我们用的多数都是光固化的 化学固化的多数情况下 所谓的化学反应固化 我们看自酸石连接剂 作用原理不是去除电污层 而是溶解了什么呀 电污层形成了什么层 形成了我们特殊的叫什么呀 混合层 所以以后人家再问你 所谓自酸石跟这种酸石的 最大差别是什么呀 一个是冲洗 一个是不冲洗 谁不用冲洗呀 自酸石不准 临床中现在省事的都用自酸石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所谓自酸石 多数情况下是 雅本质这块粘接 而幼质粘接仍然需要什么呀 这种酸石的存在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 复合数值的这种 年纪修复的摄影征 我们说这部分摄影征来说 考试主要考什么呀 就是银拱合金不能用的 基本上都用它 它的摄影征包括 前压的一类二类和四类 我们说它的很明 一类三类四类 它很明显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它比银拱合金来说 第一个它有粘接性 第二个它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 它美观 相对来说它的美观性会好得多 再有就是前压以及后压的五类等 色泽异常的 形态异常的美容修复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树脂的美容性的修复会好得多 再有后压一类二类的充填修复 以及灌修复前的这种缺损修复 所以我们说树脂 基本上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很少有时候树脂不能用 无非是树脂 我们说需要 脱身的动的时候需要怎么样 前期垫底 我们看复合树脂 粘接的一个基本步骤 这个临床中我们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临床中基本上 我们现在都是树脂粘接的会多一点 因为本身来说 银拱现在逐渐慢慢的淘汰 一方面污污染 再一方面本身银拱合金来说 它本身的经济效益 可能也会稍微低一点 再一方面我们说 粘接修复动型的一个制备特点 我们说它的一个制备特点 跟银拱合金相比来说 它不应预防性扩展 它往动型的大小依据取坏大小而定 只需去除取坏组织 周围可移这种窝钩 在酸石后可用树脂这种封闭 所以它可移这种取坏 它不用进一步的这种扩展 再要右脂的边缘处 形成这种45度的断斜面 所以在形成以后 我们说动员备完之后 我们再形成45度的动斜面 主要防止发生什么 以加宽这种右脂的酸石量 防止这种激发取的发生 防止激发取的发生 在承受利益的部位 应该修整成为一种核状动型 所谓底平壁直的动型 不承受利益的部位 可形成这种非标准的什么样 不形成这种标准的核状动型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我们说相对来说五类动 由于正常的 它的壁的面积比较大 可以不自卑动型 所以一般的我们说 颈部这种歇缺 或者颈部这种蚝钩 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那种取动 我们多数可以不自卑动型 来取换给它去静即可 因为这块本身也不承受力 不承受力量 在牙体缺损重的地方 我们边缘三到五毫米 正常右脂进行磨除 深度一般达到0.5 以扩大这种酸石面积 增加这种冲田体与牙齿的固位 所以一般的 单纯切脚损坏的情况下 我们为了增加接触面积之后 我们还要往周围什么样 稍微扩展一下 如果动的需要垫底的时候 只垫底必须保护部分 无粘接性的这种垫底材料 不应过多的覆盖牙本质 绝不能覆盖什么样 右脂 我们注意点 垫底只能在牙本质这种垫底 而尽可能性的什么样 保留一部分牙本质暴露 要不然的话 它的粘接性相当上会下降很多 我们看色泽的选择 正常的数值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样 它就本身会有色泽 比色应该自然光下进行 再有比色的时间 尽可能什么样 短 再有比色的时候 牙面尽可能保持什么样 湿润 尽可能是 我们说 如果你看时间长了 就会产生什么样 这种视觉什么样 视觉这种误差 本身来说看就适应了 就绝不出来两个有差别 所以一般比色的时候 我们说五秒钟以内 看这两个行吗 好了 我们再换一个 好了 我们再换一个 马上就对 连续性的换 说结的哪个好一点 不能长时间的看 长时间的看 它就没有比较性了 后面我们看格湿 格湿没什么特殊的 临床中常用的还是正常是什么样 这种棉卷格湿 再加吸托器 而现在比较主流性的 我们说逐渐的最理想的 是什么呀 橡皮杖 这个没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看护髓和垫底 从护髓和垫底上来说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垫底仍然是以什么呀 以氧化芯垫底为主 但是氧化芯垫底 必须是双层垫底 因为单层氧化芯垫底 它会导致树脂 是什么呀 阻距和解距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要单层垫底的时候 我们常规采用什么呀 氢化钙 以及聚酸酸心 还有贝离子 这些东西对树脂 没有解距作用 没有阻距作用 所以禁用的东西是谁啊 这种 还有分类的 还有分类的 不易使用氧化芯丁香油分 这种分类的 以及含有酒精的预防 再有什么呀 以糜类的材料 这些材料不但干扰树脂的 什么呀 这种聚合反应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多数用什么呀 用聚酥 用波罗离子 再有氢化涵盖 这种垫底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看第五个 牙面的处理 窝洞的这种 洞壁右脂和牙本质组成 不同部位 往我们说 右牙本质的构成比例也不一样 临床上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这种粘接剂 牙右脂的粘接剂的使用 我们注意 牙右脂必须我们先记得 先酸石 因为小棉球将一般 我们用30%的磷酸 酸石这种 一般30秒 注意涂抹均匀 严格限制酸石的范围 不要涂到这种生活的 就是好的这种牙本质的位置 周围这种软组织粘接 以免到牙体组织上 避免什么样 术后这种敏感 所以一般我们 右脂酸石 只酸石在右脂面上 冲洗的时候注意 高压水枪 一般冲洗10到40秒 一般的我们10到15秒 就可以了 就用水汽一块冲洗 水汽一块冲洗 去掉酸和脱矿的物质 临床禁忌采用什么呀 自行漱口或者冲洗 或者用三应枪冲洗后 让患者漱口了 所以我们说 酸石以后患者就 就会跟我说 得坚持一会儿 不能动 如果患者一旦一闭嘴 好了没办法 只能重新酸石 只能重新酸石 后面吹干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清洁的气体干燥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口径里吹一下 吹完了之后 成什么颜色 白垃圾 有人说一看这个东西 这不跟窝钢封闭一样吗 这跟窝钢封闭一模一样 只是窝钢封闭 我们说它封闭是窝钢 而我们幼指要取坏的时候 我们酸石是什么呀 是幼指的面 我们看粘接剂的涂布 粘接涂布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它跟窝钢封闭 区别在于 粘接剂不涂窝封闭剂 不用欧国封闭剂 而它需要涂欧国封闭剂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 粘接剂小毛刷 直接在表面刷一层 拿气枪轻轻的什么呀 轻轻的 清洁柔风吹云 因为我们说 粘接剂越厚 反而它越粘不住 粘接剂尽可能性的什么呀 薄薄的一层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尽可能吹的薄一点 光照20秒 徒步前最好 用成型片将里面 铃牙隔离 以免发生这种粘练 所以很大程度来说 如果我们不 隔绝铃牙的情况下 当你竖指涂布以后 你发现跟铃牙 就分不开了 所以尽可能性的什么呀 用上这种 用上这种正常的成型片 给它分离开了就行了 我们看牙本质粘接的全酸石 这种牙本质粘接的使用方法 我们说幼质粘接 相对来说跟涡膏封闭很像 只是多涂了一层什么呀 涡膏封闭 正常的一个粘接剂 我们看正常的牙本质粘接 用小毛刷 刷到正常高浓度的磷酸 首先涂布牙幼质 再涂布牙本质 这个是临床中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先幼质酸石 之后再酸石牙本质 牙本质酸石时间 一般小于15秒 多数情况下 我们说酸完幼质 一般的酸15秒到20秒之间 之后我们再涂到牙本质上 一般的牙本质15秒以内 高压水腔冲洗 一般冲洗时间大于什么呀 酸石时间 所以一般它冲洗 最起码应该达到什么呀 30秒以上 30秒以上 最后吹干 吹干 我们说从轻度到中强度 一般的冻底的牙本质冻圆 牙幼质 往往一般的去除多余的水分 而牙本质中 我们保持什么呀 这种湿性粘接 保持湿性粘接 用棉球 或者吸水的东西 水怎么样 吸掉就行 没有冒着水的地方 就可以进行粘接 我们使用牙本质表面 呈现一个略带光泽的潮湿面 而牙幼质相对较干燥 一般没有什么呀 白恶色 牙幼质吹的时候 因为你不能使劲的吹 所以幼质一般也不会出现什么呀 白恶色 我们看涂布抵胶 涂布后静置20秒 使抵胶有机溶剂 将正常牙本质中的水分置换出来 置换出来之后 幼导抵胶深入到什么呀 正常我们说的什么呀 牙本质这种胶纤维网里边 而后面我们涂布 粘接树脂 涂布粘接树脂 说我们厚度一般也要求什么呀 0.2 就是突然之后拿气箱 轻轻吹匀 吹匀的时候 我们说它的粘接机的厚度 不让超过什么呀 0.2 越薄的情况下 它的粘接力怎么样 越好 光固化一下 就正常把粘接季化好了 固化好了 我们开始填什么呀 填我们的树脂 我们看牙本质 粘接的自酸石粘接 它一个全酸石的时候 就先酸 又止再酸 牙本质之后 吹的时候往往什么呀 又止吹干 牙本质什么呀 吹不干 保持潮湿 而后面我们看自酸石系统 自酸石系统 它是牙本质粘接的自酸石系统 两部自酸石 由正常的两组分别构成 我们说 即牙本质处理剂 粘接素质 牙本质处理剂 是正常的 酸石和底胶的一个结合物 往往临床中使用的是 徒步20秒 无需水冲 我们注意 徒完了20秒之后 无需水冲 它形成一个特殊的层次 我们叫什么样 叫混合层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空气可以稍微吹干 吹干之后 粘接素质的 使用全酸石的牙本质粘接剂 但光照一般的为10秒 我们说光照的时间 一般的自酸石的多数是什么呀 只照10秒 照10秒之后 自酸石粘接剂 同样由两组分构成 使用前将两组分混合 施加徒步20秒之后 再光照什么呀 10秒钟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注意一点 常规情况下 一般的 我们正常情况下 涂到这种牙本质量中 我们说 粘接素质的 全酸石的牙本质粘接剂 这种粘接剂 往上一涂的情况下 涂布均匀以后 ABA一混 混完之后往上一涂 涂完之后 我们照什么呀 照10秒钟 照10秒钟 放置成型片和蝎子 正常情况下 防止什么呀 磷牙这种粘接 往往注意一点 蝎子主要目的 防止形成什么呀 就出天气旋突 出天气旋突形成之后 可能会刺激什么呀 这种野乳头盐 或者牙尖什么呀 这种食物堪塞 菌斑聚集 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说使磷牙 正常与磷牙分开 以取下成型片后 靠近了磷牙之间 弹回的力量 达到什么呀 成型片的厚度 所以一般的蝎子 我们尽可能蝎的时候 两个牙蝎出什么呀 一个缝儿呢 充填完了之后 把蝎子往下取 成型片一取 它的回弹力 就使两个牙之间什么呀 是密合的 所以好多人说 二雷洞补完了之后 就是塞牙 这个对吗 不对 因为你蝎子没有用 现在人床中 好多人说蝎子找不到 这都是很正常 好多人都找不到蝎子 成型片有 但是很少有蝎子 我们看成型片 多在酸石前放置 防止这种什么呀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先放成型片 之后再酸石 酸石完之后 再放粘接剂 避免跟磷牙什么呀 粘在一起 我们看第七个 充填复合树脂和光固化 往往一般的前期的 我们说不管是 全酸石还是什么呀 自酸石 自酸石 他们这些东西 酸石完了之后 突然粘接剂之后 光固化复合树脂 往往由于对光敏感 所以充填树脂 关闭远离手术灯的 一个变自然光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复合树脂使用后 应该及时加盖 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 在调树脂的时候 把灯离开 正常快一点 然后放进去 快一点放进去 但是一般的什么关系 我们遮挡脚强的 这种自然光 会远离手术灯 远离手术灯 这是正常的 充填树脂前 树脂往往一般的 我们的灯光 对树脂也有一定什么呀 这种聚合作用 这种聚合作用 因为正常的手术光 发出的一般的 只能是 两到三毫米厚的 这种树脂固化 所以一般的人说 复合树脂 第一层的时候 往往比较薄 因为它要跟谁 站在一起 跟粘截剂粘在一起 所以一般第一层 会薄一点 而厚的时候 我们说也不要太厚 深度不让超过什么呀 两个毫米 每层的厚度 都不让超过两毫米 每层固化时间 是20到40秒 这个临床中用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答案 都很熟悉 一般我们知道 不可能一个大洞 一下快一块树脂 全塞进去 全塞进往往固化 深度不能超过什么呀 三个毫米 最多就两个毫米 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第八个 光固化复合树脂 照射的效果 受很多因素影响 第一个很明显点 考试说 隔几年 它会考一次 这个光的强度 说我们正常照的 这个正常照树脂 这个光 往往输出的频率 这个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光固化灯 是有一定的工作寿命的 所以在诊所中 应该配备这种光检测仪 很明显 每周至少评价一次 光固化灯的照射效果 很明显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这个东西我们临床中不用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正常光固化灯 该换灯泡怎么样 一定要换灯泡 当固化灯输出功率 在30时候表示什么呀 它的功能是正常的 而光源与复合树脂 距离尽可能性的接近 一般我们要求什么呀 1到3个毫米 而在做屋封闭的时候 我们要求光源 距离仰面什么呀 一个毫米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知道就行了 复合树脂的颜色越深 透入的深度越浅 越浅 这个大家知道 黄色的茶色的眼镜 可以有效防护 因为我们现在正常的光挂灯 上面都有一个什么呀 都有一个片 这个片我们从那个片看 就能保护眼睛 所以临床中 好多病人在看着旁边 那个病人的时候 在那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去一边别看了 为什么呀 别看那边 容易刺激什么呀 眼睛 这个大家需要知道 我们看第九个 就是一个修行和抛光 修行抛光 它包括一系列的东西 从粗的到细的一块抛 是符合数据 粘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往往它正常在抛光的时候 跟正常的 我们说银拱合金不严 银拱合金需要24小时进行抛光 它往往如果抛光以后 减少了什么呀 菌般的聚集 延长了修复体的什么呀 一个寿命 修行和抛光 一般使用的是金刚砂 这种钻针 包括这种碳钢的 往往一般我们说 从什么呀 粗颗粒的变成细颗粒的 最后修整条 一般用于什么呀 淋面的旋徒 多数捕前牙的时候 我们会带什么呀 把那修整条 跟牙线是塞进去 拿那个什么 来回来去搓一搓 搓一搓之后 表面就是什么呀 是光滑 光滑最起码能减少 什么的附着 牙菌般的附着 牙菌般的附着 往往这样呢 也是比较美观的一点 因为你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金刚砂 车针的鳞面是进不去的 只能用于什么呀 这种修整条 修整条 这个大家有个印象 可以大家稍微近一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比较好使 我们看第四个 玻璃子水门钉 玻璃子水门钉 应用最多的地方 其实是什么呀 乳牙 乳牙一般应用 玻璃子水门钉会多一点 它像三类洞和四类 三类洞和五类洞 一般的鳞面位损迹切角 以及五类的颈部这些区块 多数区块 根面的和乳牙的各类取动 都可以用它修整 为什么四类洞不行 四类洞损迹切角的时候 它要求一定的什么呀 抗力 它往往抗不住 抗不住 再有我们说 正常的二类洞 铃合链动 一般的玻璃子什么呀 抗力性也不行 复合树脂 往往垫底材料 可以用玻璃子 也可以用什么 聚酸酸心 再有因牙体 暂时不能做惯的 暂时性充填 我们正常的玻璃子 由于它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呀 我们说玻璃子有溶解性 有溶解性 就从而导致了什么呀 这个玻璃子容易溶解 再有它最大的优点是 为什么乳牙比较好 因为乳牙中 它能释放大量的什么呀 弗力子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窝冬预备的要求 窝冬预备的基本原则 与符合树脂一样 它往往不需要做预防性扩展 因为它本身有一定的什么呀 粘接性 它往往一般只需要趋镜复制 无区域什么呀 去除无机肉 去除无机肉即可 不需要去除什么呀 做预防性扩展 不主张制备动斜面 而刚才动斜面制备的是谁呀 45度动斜面是谁呀 往往多数情况 我们说只制备什么呀 树脂充填 树脂充填啊 充填修复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粉叶3比1的 比例调匀 调匀之后 如果进随的地方 我们多数用什么呀 创化盖 盖随 做这种间接盖随 往往一般的 它的固化时间跟银拱是一样 需要24小时 所以24小时最后 我们再进行抛光 而正常的图完玻璃子 刚才我们说 由于它有一定的什么呀 溶解性 所以我们在表面图一层什么呀 凡士林 它主要隔水 充填后一般的外形 调整在凝固后 立即停止 立即停止啊 往往一般凝固24小时以后 再进行塑形 再进行塑形的一个处理 抛光24小时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所以玻璃子 你只记住一点 一般玻璃子用于这种不承重的 或者临时的这种修补 它的优点就是有佛 缺点就是什么呀 本身溶解 溶解这特点 我们补完了之后 给它涂一层什么呀 凡士林 凡士林 而我们抛光的时候 需要多长时间 24小时以后 再进行一定的抛光